你自己觉得成功了就成功了 成功完全是一个感觉 不要太在意周围的人对你的偏向 我在澳门去参加一个会 这个会上面它是一个研讨会了 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大概就20个人30个人的范围之内 突然就谈到80后90后的问题 好多人我觉得最起码翻译的 就是有了三四个人 都觉得80后90后 跟我们这些50后60后是不一样的 然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评价 批评的声音比较多一点 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我就起来了 起来我说了一段话 他们都特别不高兴 我说我的感觉 跟你们的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这些80后90后的这些 他们思想的敏锐程度 他们掌握的知识 远远超过我们这些50后60后 就是他们的思想解放程度远远超过 我不知道怎么想起我说句话 我说是你不信 你家有孩子多大 他说我家孩子13岁 我突然就说了一个 我说是你就是非常公公平的 你想一想 你家13岁的孩子掌握的知识 比你掌握的知识多 这是个老教授 他就觉得我跟他开玩笑 是吧 我说是他不光掌握的知识 他用互联网 用这些东西 这个知识过来比你多多了 我说你不信 这个13岁的孩子掌握的知识 比鲁 比这个 鲁 鲁兄 还有谁 就是蔡元培 他们这个年代的人 掌握的知识还要多 他想想的话 是原来没互联网 也没电话 是吧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候 这就是说 在周周围的信息知识 对我们的刺激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代比一代强 可能这个50后60后的话 吃过一些苦 吃过一些苦 我觉得这个考验的话 都是不一样的考验 所以我来觉得80后 以后的话一定会超过70后 70后会超过60后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韩寒是不是80后 是 这就是英雄人物 是吧 这个时代周刊上评的 影响全世界的100个人物之一 我觉得这个80后 70后 60后 都应该想韩寒学习